有请挑战者上台设定挑战距离 直接选择10米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不可能这个 太忍了 陈克希挑战失败 大东 我觉得8米OK的你 8米 选择距离8米 陈克希 赴球失败 铁牛 床下球员发出你们那个独特的叫喊就好 13 可以 这个蹲位 可以可以 尽力了 尽力了 下一位选手 陈以瀉 韩潮HC 刘欣 杨凯豪 加油 加油 好 好 很可惜速度没有冲起来 触球失败 哇哦 很可惜挑战触球失败 哇 差一点点挑战失败 挑战触球失败 哇哦 触球失败 触球失败 哎 触球失败 太难了 太远了 第二项目 我觉得是在这里面最难的一个项目 特别考虑 手脚协同能力 包括敏捷性的篮球 你要是跑到位 然后再同时把那个球触碰到 唐日辉 加油啊 好了那唐日辉选择到9米1 没问题 OK 触球成功 接下来一位鲁峰 周瑞 9米3 加油加油 触球失败 接下来一位 周瑞 最后选择 最后选择还是9米15 最后选择还是9米15 最后选择的9米6 这不可能啊这个 太远了 加油出刺 成功 成功 9米6 哇这么快 太快了 他真的像一个猎豹一样 他真的像一个猎豹一样 在跑和跳结合的非常的好 太快了 克努 而且他30多岁了 前辈级别人我 恭喜西西拿到我们第二项挑战的冠军 直接进棋 第三项 疯狂投篮 是在被干扰和阻拦的情况下 对投篮命中率的考验 面对三位身高2米拦截能力超强的排球手封盖 实现罚球线内投篮 每人5球 最终命中率最高者获胜直接进击 我要知道你们的难度有多难 诶 差一点啊 差一点 我自己亲自的体验了一下 他们不用跳 那些排球员他的手举起来 我就看不到 真的是不容易 帅了 帅了 然后突然访问的话 那就是他一个球员都不会很容易 你要是想多分 所以你必须不够投篮 要必须能 在投篮当中 给对手造成了一些 我想换上我防女的心事 B球准备 你别怕我啊 你不能怕我 你是不是害怕了 啊 - 阳光锡 - 阳光锡 那最后成绩是5比0 - 额 - 阳光锡 - 阳光锡 踩球动员来封盖这种 然后我们心里其实都会有一点恐惧 哇哦 这个是 说实话我出手的时候是真的看不到篮筐的 就是他们太高了 笑起来 最后的机会啊 来来来给你掌声看看他能不能打破这两个球的纪录 女投三个 他投那三个特别稳 不愧是职业的 在高强度的干扰下还能稳定出手 我觉得真的非常佩服 本轮疯狂偷懒挑战结束 最终恭喜燕旭获得本轮的冠军 也恭喜你直接晋级 恭喜三位通过大挑战直接晋级的 钟显超 希西 还有燕旭 其余57人将通过三对三对决的方式 正如其余36个晋级名额 而组队方式由金秀章球员挑选决定 金秀章 金秀章是什么呀 有点懵 我是有点懵 被领队选为金秀章你可以自己选队友啊 这个权力太爽了 金秀章可以请不想要的球员呀 感觉要的实力是可以获得的 四位领队经过前一天的面试 已经各自选出了自己最新意的18位金秀章球员 好 好